苹果人物乌亚欣蒙被偷哭 吞浮水取新闻 就是要奉劝大家 就是人在低潮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算命 因为怎么算都不好 乌亚欣去年8月卷入李宗睿营造风波 演艺事业重挫停摆 历经一年一个月重新出发 她手上多了Love My Life新刺青 像在时时提醒着自己 走过那段人生的嘴滴潮 这一年来啊 就是你心境下来没有什么转变 就是可能有更加高的东西 我们比较好奇今天怎么走出来 就是说爱者但是 但是因为你浅经跟他交往 都会受到很多的事 当然自己曾经会没有办法走出家门过 其实是个心境的转变 那当然我以前有不敢走在人群的一个时间点 以前的自己你可以很 就是台东挺胸的走在路上不怕人看或是什么 可是待在那段时间你可能能戴着口罩 帽子眼镜什么你都会 就是尽量隐藏自己 你有曾经想过过去吗 有曾经想过去吗 我才刚真正懂了拍戏好玩的地方 你现在那段就是很低潮的时间呢 因为你今天就是有一些比较想要伤害自己或是什么不好的地方 我不会想要选择伤害自己 所以我会选择在房间哭 就是自己蒙着棉被哭对对对 哭就是 我除非真的很痛的时候 我才会真的放声大哭 不然其实我连哭都是没有声音的 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 等到思念伤害 淹没我而爱已不在 你绝望的离开 没有泪流下来 前一阵子就是先生感觉出来 有最近早发落这个行为 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 就是尊重释法 所以你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他求差 没有 我觉得他就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罪要去受 我相信他也是有的 其实你根本连这三个字都不想要再想起来 其实那是已经很久前的事情 所以真的也没有必要一直想起来 对啊 都已经五年了 其实他这段期间受的罪也不少 为了算命改运什么都愿意试 你算命有受到打击吗 不是打击是 其实真正好的老师是不会给你要太多钱的 你还有多少钱 嗯 就不少 不然是有啦 就想改运对不对 有啊 那他又怎么改运 他又怎么关系改运啊 很多耶 吃什么红蛋啊 猪脚面线我都不知道吃几锅了 喝福水都来了 他一度对未来迷失方向最后调整好心态走了过来 但复出后更艰难的考验还在后面 你是不是第一场就这样吗 嗯 对 是啊 而且那个时候你刚才走出来的时候 还没完全 谢谢大家 谢谢 其实走出来是一件事啦 出来之后在面对的一些新闻又是一件事 嗯 我觉得那才是又是真的考验 在出现的时候我有种觉得就是好适血 我是属于一种没有防备心的去面对大家 嗯 我是真的是以一种 感谢大家都很关心我的方式去面对大家 嗯 但好像 就当然一次一次的 小心 其实他要小心的还包括感情对象 会胜选 因为加上自己不是小牌子了 以前小牌子你可能觉得谈恋爱就很重要 可是现在对我来说我看的是很远的 我希望交往的对象是真的可以轮迹婚家 那大家是哪个条件 嗯 这时候不要跟我条件 听到没有他说话真的变小心了 话锋一转记者可没忘记他的过往情史 多久没交往过了 就要认之后 两年了吧 很久了 他好像没把记者的话听清楚 我拿几个是真的 全部都假的好不好 那是只有一个是真的吗 我 天呐 有记者我认过他吗 嗯 尤其是谁都没有认过 没有认过你先认过吗 哎 那是25岁的时候事情 对啊 25 24 24的时候 对啊 那时候就像小孩子 说到此 还有一件事情他很介意 请问一下我真的交往对象 有很有真的有钱到不行的人吗 有吗 有吗 我都没有承认我看他交往 那也有错啊 那是他啊 他真的没有 我交 那是他他真的没有 他还几岁 他也是拿了他爸爸的利用钱好吗 外界封他拜计 他觉得太委屈 但去年经济不稳 却贷款买下4000多万的内湖 独动透天错 令人好奇财力何来 其实真正开始存钱从十十六 十六岁不到开始到现在 因为我其实做这个行业有十年了 然后等于这十四年存的钱 因为你知道一个月一个月 一定要十四千多钱 是要几万块啊 要不要十万多钱 没有 要那么强 利息就不用 其实我从小就习惯给自己压力 譬如说 我会给自己限定说 我一定要买一栋房子 给家人跟自己一起住 会逼自己每个月都要存钱 至少要3% 30 对 三圈 30 好 30% 30% 对 这里的盐会出来是不是 我在这里吃会可以吗 可以有点 这样有坏啊 会冷的 对哦 欢迎光临 请问到几楼 哦 苹果罗奶 一楼 小佬 啊 这个 这样 cuanto 就 不 不用 就